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世亲说频道。 今天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妻子文德皇后长孙氏仅存的一首诗《春游曲》。 上院桃花朝日明,兰归艳妾冻春晴,景上新桃偷面色,岩边嫩柳学生青,花中来去看蝴蝶,树上长短听提音。 临下何须远借问,出众风流,旧有名。 在另外一个版本中,写的是《上院信话》。 因为诗人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常常会推敲字句,体位诗意,所以会有不同的版本传释。 这也是比较常见的现象,这里面的《上院》即《上林院》。 《上林院》始建于秦朝,扩建于汉武帝建元三年。 地跨长安、咸阳、周治、户县、兰田、武县。 纵横三百里。 此处诗人借指为大唐的皇家园林。 由此可见,这首诗应当是长孙氏在李世民登基之后所作。 《兰规》原指汉代后宫嫔妃的宫氏,后来作为女子居士的雅称。 林夏原有清幽隐退之意,在此是贤义、悠然、潇洒、超脱之意。 这首诗的意思可以这样解图。 风景绝佳的大唐皇家园林。 花儿在明媚的日光之下,显得格外明艳动人。 此情此景,令长居相归的绝色美气, 也忍不住要出来畅想着大好的春光。 当她走在树下,院中的景致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当她的身影经过,便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她举手投足,衣媚间飘荡的香气,沁人心脾。 快看那古井边上,初战的桃花,在偷偷地模仿她的神态。 再看那飞檐进旁的心柳,在效仿她妩媚的方姿。 她时而走进芳妃的花丛之中,看那蝴蝶偏飞。 她时而凝顶,轻听那蝴蝶欢然提名。 林下的人们何须交头接耳地互相打探,其人为谁。 她才华横溢,风流潇洒的贤淑之德,早已声名远播。 这首诗的字里行间透着满满的自信和喜悦之情。 诗人绝色的容装,曼妙的身影,还有洒脱的性情,悦然纸上,令人倍感亲切。 虽然诗人最后一句说到自己的大名早已广为人知。 但可惜的是,长孙皇后的名字至今无从考证, 只能寄望于将来的考古发现,或可考的典籍记载。 可见,有时过度的自信,也不一定是一件美事。 长孙氏是隋朝名将,神剑省,又萧魏将军长孙盛之女。 河南洛阳人,长孙盛英俊替他,身姿寻为, 执八岁时为司卫上士。 起初没有什么名气,别人也不知道他的才能。 只有隋文帝杨坚一见到他,就深深赞叹他是一个超群的人才。 杨坚拉着他的手对人说,长孙郎武艺远超群伦, 是才与他交谈,又能知道他还身怀其略。 今后的名将,除了他,还能有谁呢? 北周宣帝是,应突厥可汗,涉图的联姻请求。 长孙盛作为父使奉命前往突厥,护送千金公主。 期间一次出游涉猎的偶然事件, 让长孙盛的决议得以施展,成为美谈。 并由此产生了一个流传至今的成语。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北周语突厥,实战实合,关系微妙。 因此,这次联姻之行,双方都精心选派了军中的骁勇猛将,充当使者。 在初始过程中,突厥使者,常在不经意间炫耀武器,要与北周使者较量争胜。 涉图根本不把北周的众多使者放在眼里,对他们也不以理相待。 但却唯独对长孙盛另眼相看,非常喜欢。 疑似初恋,有两只体型巨大的猛禽大雕在天上相斗。 因为争夺一块肉,而互相追逐。 涉图知道长孙盛武艺精绝,想要让他在众人面前露一声。 于是拿出两只箭给他,看了看天上的两只大雕,对他说:"请把这两个大雕射下来吧。 长孙盛接过箭来,搭箭再旋,挖满了弓,正与二雕相动,便飞马上前,一箭贯穿双雕。 涉图大喜,让突厥各部首领和贵臣子弟与他交游亲近,希望能够从他那里学到神社之术。 成语一箭双雕,即是由长孙盛的这个故事而来。 长孙盛比李渊年长,根据史书记载,两人是世交。 长孙盛的哥哥长孙无忌,与李世民自幼关系很好。 长孙盛去世四年之后,他的女儿长孙盛在旧府高诗莲的主持下,嫁给了李渊的次子李世民。 长孙盛家住永兴李。 她的亲生母亲,是隋朝扬州刺史高静德的女儿。 长孙皇后从小就喜爱读书,言行举止都遵循礼数,品性亲贱。 长孙盛十三岁的时候嫁给李世民,在隋朝大业年间天下还未动荡之时,经常回到娘家去看望母亲。 一次长孙是旧府高诗莲的机械张氏,在长孙氏的居室外,见到一匹异常高大的马匹,足有二丈高。 也就是大约六米,安居江绳齐全。 他大为惊奇,回到家中,把这个事情告诉了高诗莲。 高世莲也觉得有些难以置信 心中大感惊异 于是命人为这事求问 卦象显示 昆卦和太卦 意思是 昆代表地 昆源是极致 万物借此滋生 得以顺从并承载上天的旨意 昆又象征着大地 宽厚博大 载富万物 道德合于上天 无边无际 聘马是从属于大地的物种 在大地上往来穿行 自由自在 没有限制 从昆卦变化为太卦 虽然外表柔和公顺 然而内心却强大坚定 是天地相交之相 对于妇人 是屡中居顺 女处尊位之一 可见此女年岁尚小 他日定当贵不可言 后来李渊成帝 唐朝建立 那时李世民工业已经非常高了 长孙氏被车封为秦王妃 太子李建成 对李世民的猜忌越来越大 李世民的出景 岌岌可危 长孙氏对公共 唐高祖李渊的侍奉 始终非常孝顺 对后宫嫔妃也极其兼功 从中竭力弥合各方关系 暗中使李世民得到了很多的帮助 李世民继位之后 长孙氏被立为皇后 其父长孙盛也被追封为司空 其宪宫 唐太宗李世民曾和长孙皇后提到过 朝政大事 想要知道她的见解如何 长孙皇后却说 长言道 聘机之臣为家之处 妾身只是一个女子 岂敢干预朝政 但是李世民不停 坚持和她谈乐 长孙皇后却始终一言不答 她的亲哥哥 长孙无忌 与李世民是不一之交 是太宗李世民的心腹大臣 有很多年的友情 又因为她是开国的元勋 皇后的哥哥 常常进出李世民的卧内 与之谈论密室 因此 太宗想让长孙无忌为相 主长朝政 皇后长孙世 身通清世 对此举坚决不同意 她常常对李世民说 臣妾已经是母仪天下 尊贵已吉 为了吸取前朝 旅后和霍光之女霍成军 后宫干政的刻骨见解 实在是不愿兄弟子职 不列朝中 为此恳请圣上 万物以臣妾兄长为 载职重臣 可是太宗李世民不听 非要任命长孙无忌为相 于是命她为左武侯大将军 力不上述 又谱业 不久 长孙皇后悄悄地让哥哥长孙无忌 向太宗苦苦哀求 辞去相位 太宗无奈之下同意了 然而还是改封她为开辅怡同三思 这个官位虽是虚执 但是礼遇甚高 开辅怡同三思 是魏晋南北朝时的一种高级官位 是隋唐时期的最高官阶 开辅就是指 在指定的地方建立官属 怡同就是礼遗和待遇上等同于三思 三思就是三师和三公 太师太父太宝 视为三师 司马司徒司空视为三公 都是正义品 三师是天子所施法的对象 没有具体的职任 没有适合的人选 宁可空缺 也不能让非德之人重述 三公 辅佐天子 礼顺阴阳 平章邦国 只认无所不同 地位极为尊崇 长孙皇后听说兄长已经没有了实权 心里非常高兴 这一点在普通人看来极难理解 但在通晓古今之世 并且守安人性 身名 圣衰 星涕之道的长孙皇后 长远眼光之中 此举却是保全宗族的身际远律 长孙皇后 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 叫长孙安业 她常常醉酒 不务正业 长孙圣去世没多久 她便将年幼的长孙无忌和长孙氏 从家中赶出 他们无奈之下 值得投奔旧府高世莲 长孙氏成为皇后以后 从来不把这些过往放在心中 反倒请求丈夫李世民善待她 太宗因而受她将军之职 长孙安业不但不知感恩 反倒参与刘德玉的谋反事件 太宗要将她处死 长孙皇后痛哭流涕地为她求情说 长孙安业之罪万死无赦 但是因为天下皆知 她从前对臣妾刻薄寡恩 如果现在将她处以极刑 人们必定会说臣妾是恃宠害凶 这样的话 岂不是损害了圣朝的名誉了吗 为此 太宗李世民赦免了她 世秦以为 皇后长孙氏 深明大义之心和智慧贤明之举 在此得以充分体现 于公 长孙氏保全了开国皇后的宽厚贤德之名 宽待其无赖凶长 于此 长孙安业虽恶待其家 然而其身仍是长孙胜之一脉 长孙皇后 忘其恶而赦其罪 从而保全长孙胜的后代 更是善待并孝顺其父 长孙胜之善举 争冠八年 长孙皇后 跟随太宗前往九成宫 也就是随朝随文帝修建的人寿宫 染疾病重 这里顺便提一下这个人寿宫 随文帝兴建的这个离宫 名字虽然非常好 但其实却是一个正宗的 不仁不寿之处 在迎建之时 随朝宰相又朴叶杨素 在兼修仁寿宫时 都宫极为严酷几破 民夫疲困死亡万人以上 杨素命人将尸体推入土坑 盖上土石筑为平地 随文帝兴仁寿宫而不凡 随阳帝兴仁寿宫而运帅 太宗姓此宫而是长孙皇后 唐高宗姓此宫而国亦姓 实为怨气凝结之所在 百般不祥之志处 此意警戒后人兴修土木 应当以民众之利益为本 勿以己身之抑郁而善为 体恤民利与民修夕 方可称之为德 以期十运九长 太子李承前对长孙皇后说 请让我上奏皇上大赦天下 再多度化一些人出家修行 以此为您祈福 长孙皇后说 人的生死早已命定 不是人力可以增加的 如若修行可以延长生命 那么我素来没有作恶 如果行善可以延寿 那么我常常为善 这样做都没有效果的话 还有什么可求的福呢 况且大赦乃是国家大事 岂可轻微 佛教只是为了彰显国家大度 而保留着的宗教 不过是国家的怀柔之策罢 恐怕它拖累败坏国家政体 还避之不及 而且这些又是今上所不愿为之事 岂能因为我一个妇人 而扰乱天下礼法呢 太宗和大臣们后来听说了 都非常感动 决定为他大赦囚徒 皇后长孙氏得知后 坚定的距离力争 此事才得以作罢 此计房玄龄因是 被太宗谴责 殉斥而罢免归家 皇后长孙氏深知房玄龄 是一位中职的贤德之人 不希望太宗因此疏远闲事 于是决定禁言 他在与太宗决别之时 说道 玄龄与陛下共事时间最久 向来小心谨慎 一直以来军国之中所有的奇谋密集 他都参与其中 然而他从未泄露半句 因此 妾身以为 如果不是因为大的变故 愿陛下切勿清气 另外 我的宗族本家 有幸因为殷亲的关系 而成为外妻 既然不是因为贤德而得位 那么就很容易被卷入各种 是非危机之中 为了保全妾身宗族的长久安全 希望陛下切勿使他们 居于全要之位 只要让他们能够有幸 参加朝会 觐见陛下 我就心满意足了 臣妾既生无异于当时 死后就更不要厚费资财 图号免利 葬就是藏 就是不想要让人见到 自古圣贤都是宠上节俭国葬 只有那些无道的世代 才会大起山林 劳费天下 被有见识的人所耻笑 妾身只希望能够依山而埋 无需起高求 无需用光果 其中弃福都要用 义德的木器瓦器 用节俭之礼以送妾身 如此就是陛下没有忘记呈现了 贞贯十年六月下旬 长孙皇后逝世于立正殿 中年三十六岁 长孙皇后曾撰写女则史卷 记述自古以来贤德妇女的善事 她曾对身边管理文集书部的人说 这些文章不过是我编写 作为自身防危杜鉴之用 我一介妇人 住宿没有什么条理 不想让至尊见到此书 你们要小心 不要提说这事 长孙皇后李世后 相关机构上奏太宗 李世民观览之后更加挨动 对近尘说道 皇后此书足可垂范于后代 我岂是那种不能够割舍 个人情怀 不通达天命之人 因为她常常规劝我 弥补我的过失 使我少犯错误 如今我再也听不到 她的劝善之眼了 真是失去了一位贤内主 怎能不令人悲伤啊 这就是长孙皇后的诗 与有关她的故事 真的是令人感动 让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 长孙皇后的诗 春游曲 上院桃花朝日明 兰归艳妾动春情 井上心桃偷面色 沿边嫩柳柳学生清 花中来去看蝴蝶 树上长短听提音 临下何须远借问 出众风流 旧有名 丝人以示 向这位兰归之中 明艳绝美女子学习的 不只是当年井上的桃花 和炎边的嫩柳 还有那后世向她学习的 众多贤德女子 环绕在这位美丽善良女子身边的 也不仅仅是花中的蝴蝶和树上的提音 更有听闻她感人故事的 遍布天涯海角的 无数伟大女性 长孙皇后的方明 至今虽然仍未得知 但她贤淑才德的美名 正向她诗中所写 早为古今中外的人们所熟悉 最后 付一首 我写于2017年的卓作 提风玉土 以赴风养 方姿玉面 比花娇 翠袖红裙 若云飘 不似飞燕 长上午 直如弄玉 木清消 好 今天就先和大家说到这 感谢观看 下期内容 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长孙皇后哥哥 长孙无忌的心取二手 说一说 与唐太宗李世民为不一之教的长孙无忌 是如何鞠躬尽瘁 辅佐大唐两位天子的故事 因为我才书学浅 因为我才书学浅 能力有限 今天一整天的时间都在撰写长孙皇后的故事 现在才刚刚完成 不足之处 希望朋友多包含指证 但愿朋友们能够喜欢 还没有订阅 视频说 频道的朋友 欢迎订阅 点赞 评论和支持 并按下小铃铛 我们下期见 谢谢 拜拜